大家好,我是北辰 本期我又购入了新的面包虫 那么它新在哪呢? 给大家看一下 从侧面能不能看出来 这次我新购入的面包虫 从个体上来说非常大 来,咱们看一下 比我之前要购入的大很多 不知道它们的战斗力会不会更强一点 再来看一下我以前购入的面包虫 都是这种比较小的 个头呢都不大 这是上一期给它们准备的蒜 不过它们没有消灭多少 蒜呢基本上还是处于完整的状态 那么你们猜这两种面包虫 它们能否共存 本期啊,咱们就做这样一个实验 把两种面包虫呢放在一起 当然了,不是所有的面包虫都放在一起 而是挑出来一部分 比如大的面包虫 咱们挑出来实质 小的面包虫也挑出来实质 把它们呢放在一起 然后咱们看看它们之间能不能共存 你们猜会是大的把小的吃掉吗 咱们啊,这里留个疑问 那么究竟它们之间能不能共存 还要看咱们的实验结果 下面呢,咱们就开始咱们本期的实验 先来看一下两种不同大小的面包虫 非常明显能够看出来区别 这种呢,非常大 是这种单值体积的 大概至少得有两三倍吧 好,咱们准备实验器材 这是一个一次性的纸杯 我把纸杯呢,剪掉一部分 剩下半截 让它浅一点 放大看一下 然后呢,先加入大的面包虫 哇,这面包虫果然很大 放不了几只啊 这个大的面包虫它的力气还真的是不小啊 咱们就放六条吧 再放小的面包虫 小的面包虫咱们放个大的 也放了六只 咱们看看它们之间能否共存 经过了一夜的相处 双方都没有发生损伤 这也就是说 这两种面包虫是可以共存的 看它们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 看来还是属于同类啊 那么这种巨型面包虫它们的战斗力如何呢 下期我们将进行测试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